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莆田南少林寺呢 我们有一个学校 我们叫现在目前 我们叫藏武学校 目前学生有150多人 这个在寺院这个阶段当中 那么他们都随着我们出家人的生活 都是出素食等等这些 都随着我们出家人的生活 过出家人的生活 那么他们在19岁20岁或者毕业之后呢 那么很多人 他们有的会继续留在寺院当中 也有的会作为我们留校作为教练 也有的会派到海外去作为一些弘扬武术方面的一些教练啊 文化这方面的传承的人等等 我叫祖志 今年15岁 三转 三转 因为冰火 总好有 火烈周深开棍的基础有两年半了 刚开始要开的时候 我心里有点害怕 不敢开 到后面 我们就得告诉我了很多技巧 到我就试着这个技巧去做 到过了五六天 差不多我就打开了 我每天要训练五个小时 就是外列筋骨皮 外列筋骨皮就是要每天要 假如扎马布 内练一口 记得吧 是要通过每天打坐跟训练内力 就这样 内外合一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 我认为了十五年代表演 三月之后 我认为了十五年代表演 将来十五年代表演 我计划是 这一段时间 将来能够 因为这个力量 和静谔 和哲学 和哲学 and the practical background it provides. The pattern that I'm going to be forming is, in English, is the Leopard Lohan. And it's a very special pattern to me because, you know, it's unlike anything that we normally see. 这位是Samuel 是我的学生从瑞士来 现在我让他做一个自我介绍 今晚他要表演的是少林长棍 这并不是他最喜欢的套路 他最喜欢的套路是比较短的奇眉棍 那么他认为这个奇眉棍是很有魅力 而且是很强的一种棍法 那么在使用方面如果真的是要用到的话 这样是会很有效率 这位是Dr. Christian Darter 从法国来的 这是我师兄 那么现在我让他介绍他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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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学习的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去认为你更有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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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士哲可 今年十岁 我从五岁开始练童子弓 童子弓最难的地方 就是下腰下岔之类的 师父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练童子弓的 是先天条件 才身体柔软 童子弓起码三年以上 才有一点小成就 大家好 我叫士祖康 今年十八岁 练了硬气功练了四五年 来到南少林寺 是带着自己的梦想这些 然后对于这个 练这个硬气功 要多久的时间 这些要至少一两年 要靠自己坚持 然后早上比如说 早上很早起来 平时练功也非常苦 然后用自己的意志力吧 坚持住 反正总的来说 我是靠自己的意志力 这样坚持慢慢的 然后后面就有了现在的成就 掌声 碎 不能 完全 在出现 开始 和 在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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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